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剛午安 我是王正 今天端午佳節 祝福大家端午佳節愉快 種子不要吃太多會胖 的確 不過說到了吃 一向習慣吃高檔美食的 蔡英文總統好難得 展現親民跟漢光演習時的 國軍官兵弟兄們 大家一起吃飯了 結果吃的可不是很高檔的 而是吃料理包的簡餐 大家就很好奇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滋味 誰知道這個畫面一流出 居然就被劈洩漏軍機了 因為滿滿都是機密的 這個背景圖是被看光光 結果我們發現怎麼搞得 總統府最近好像老是出包 那麼究竟是哪一個環節 哪一個螺絲鬆了 還有就是美國總統川普 現在要拉攏大陸 對台的軍售金船喊咖 在今天我們都要討論 我們先來介紹 今天節目當中的幾位來賓 好 首先聽到資深媒體的 謝忍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宏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文童恩副主委林兵賢 大家好 資深媒體的邱明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邱女士 好 好 對 因為昨天我們請到的魔術師 稱呼小玉叫邱女士 她對你很尊敬 好 真誠 真誠 我的年紀還不到 拜託 小姐就好… 當然…我想觀眾眼睛都是血亮的 好 我們今天講到吃 我們就講講蔡英文總統 跟國軍官兵弟兄們一起吃 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 其實總統要展現他的親民 但是沒有想到大家看的 不只是那個親民 比較擔心的反而是洩漏軍情 韓兵怎麼看 其實我必須講 總統本來是民選的總統 就要適度表達 他跟這些國軍弟兄站在一塊 然後跟所有人民在一塊 這個是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 你背後的這個圖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篩選 因為以前這種圖 據我所知 這個正常不會讓一般的 攝影人員去拍攝 這會讓軍方他們特定的 專業的攝影人士去拍 然後他會刻意的避開 某一些比較有機敏資料的角度 然後他們甚至 如果你避不開的話 他甚至會把這些照片篩選掉 或者是說 他們會把它做一些適當的處理 讓他你沒有辦法看見 可是這一次就這樣 直接大剌剌的直接這樣現出來 有人說 會不會影響到國家機密的問題 我講我自己過去的一個故事 那時候很多年前 我去採訪當時的國防部長伍士文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隨行的攝影記者就 其實他不是要去拍什麼機密 就是因為部長剛好坐在他的位置上 所以就想要拍一個Longing的圖 然後結果他一拿起相機的時候 旁邊的軍官馬上拉住他 說你不能拍 因為背後是我們的兵力佈置圖 然後你知道部長說什麼 部長說沒關係 那個老共其實早就知道 其實我們都知道 台灣很多東西已經 未見得真的有那麼機密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 兩岸之間交流得這麼密切 很多東西他不見得真的有 這麼強烈的機密性 但是問題是 這一次這個場合 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因為他是在我們漢光演習 他作戰了一個指揮所在地的東西 他上面我們這次演習 本身的一個比較詳細的 有一個兵力配置部署 這裡頭會有一些單位的特殊編號 然後有一些 他的部署的一些方位 當然有人說 因為看起來不是那麼的清楚 也許沒有關係 可是我必須講 也許很多時候 對方一直猜不透我們某一些參數 他可能搞不清楚我們某一些 兵力的調度 或哪一些部隊的代號 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會故意去混淆一下 對方的一些情資 會不會就因為了這一張圖 讓人家比對出來 也許人家就恍然大悟 原來你們以前這樣說 是這樣的意思 也許是這樣 找到答案 當然我希望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應該也不會出現 但是問題是 這個就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不小心 因為我剛剛已經說過 以前這種照片 應該都是由軍方的統一去拍攝 然後對外再發布 可是這次據我所知 是總統府他們自己的攝影人員 去派出來的東西 這個其實照理來說 是完全不合規矩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蔡英元總統 覺得說 因為他表現比較親民 所以希望由他自己的攝影人員 來拍一些比較有親和力的鏡頭 可是問題是 牽涉到軍事機密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 這個是可大可小的問題 也許就因為 你不經意的一個照片一洩漏 可能會損害到非常多人的性命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是不可以去嘗試跟忽略的 我覺得這個政府上台以來 一直有很多地方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的 幕僚人員不夠專業 還是因為他自己本身 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 不斷犯同樣的錯誤 其實這個是讓我非常憂心的 因為蔡英文總統 你不是國軍最大的靠山嗎 至少你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可是假設今天 你這樣一個泄密的話 那你不是變成國軍最大的仇敵 你就專門 我們都被你害死 當然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一次應該不至於 到這麼嚴重的地步 但是這洩漏一個心態就是 你做事不小心 然後你沒有把 真正把國防機密當作一種 非常嚴肅的事情單位 我們都知道過去李登輝總統 就曾經有一次 就是直接公布說 台海飛太完機的時候 那個是空包彈 就這樣輕描淡寫的一句話 就害了我們整個 在對方那邊的體系 部件的體系全都被破獲 然後我們很好的一個在那邊的 被我們撤反了一個 共軍的將領 就直接就被幹掉了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做一個援手 你對這種東西更要注意 我希望這個事情以後 永遠不要再發生了 因為對台灣來講 國際形勢現在越來越嚴峻 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自己的領導人 都不注意這些細節的話 台灣真的未來就非常坎坷 演習似同作戰 可能有人會講說 什麼大不了的 反正總統府的幾張照片 或是總統府的一段影片 看到我們後面的軍事機密圖 演習用的又不是真的作戰 可是我剛剛說了 演習就得似同作戰 如果演習大家都隨隨便便 得過且過 大家都就是無所謂 對 作戰的時候 可能也會是一樣的狀況 尤其現在你知道 這個局勢本來就不是很穩定 不只台海 全球都是 我們的國軍如果繼續這樣子 任由總統府亂搞 未來的問題恐怕會很大 小玉 對 我們這一次就印證了一話 就是說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就怕豬一般的隊友 我們這幾年不是就是很積極的 在抓共諜案嗎 這三不五時就是媒體都有爆料 說哪個共諜又出現 哪個共諜又出現了 然後甚至就是說還跟監什麼的 就是上次的那個案子 還有一個跟監長達10年 然後現在還在進行偵查的這個 就是說你花那麼多力氣 在抓共諜 結果沒講到這次泄密的是自己人 而且就是說剛剛韓民哥說 其實我覺得是不能小看的 因為他上面 他這一次就是說涉嫌 我們只是說涉嫌泄密的 他是包括就是說 總統的背板後面 就是如果你很仔細的 就是如果你很用心 有心人士你仔細放大去看的話 他其實是指揮所的佈置圖 還有就是通訊網路 對 這兩個其實是 還算滿涉及機密的 就是剛剛韓民哥跟我說 就是說如果你有心人士 想要去破解的話 包括有些共軍 他並不一定現在掌握到 我們很機密的一些東西 但是你透過就是說背板的這個 指揮所佈置或通訊網路 也許他可以破解 可以連結一些線索 然後來破解他們長期 破解不了的一個機密 我會比較質疑的是說 像我也跑過短期的軍事 就是說以前像是這種 比較總統參序的東西 他就是會由軍文社 就是所謂國軍的單位的人員 攝影官他負責去拍攝 然後提供給我們其他的媒體 因為就是在 一方面不想太擠 二方面他也就是說 不想對媒體指指點點 好像擋住你說這邊不能拍 那邊不能拍 與其他花時間在那邊擋媒體的話 不如他就是直接去拍 然後再給你所謂的公袋 我覺得這樣子是 比較保險的一個做法 可是他這一次竟然沒有是用 國防部軍文社的攝影官去拍攝 他是總統府攝影官 總統府後來事後有解釋說 因為他們的攝影官 可能具有這種專業的軍事背景 所以就是說拍了之後 也無法判斷說 這個可能沒有注意到 不是說無法判斷 可能覺得說 總統只是跟大家吃個便當 然後那時候大家還想說 當時的這個焦點 會不會說在總統吃的 那個調理包上面 因為今天就分成兩大塊 一大塊的焦點是 有沒有涉及泄密的部分 一方面的話就是黃友好奇 是說總統那個調理包 後來也是引發很多的討論 因為總統吃了什麼紅燒牛燃 然後那個調理包多少錢 幾大卡 然後多少就是什麼販售 這個也是有在討論 我覺得總統府他們講的焦點 是偏向說總統清明吃這個調理包 然後就是可以引發討論 結果沒想到 後來的這個輿論的一塊 是引上到泄密的一個部分 我會覺得說如果這樣的話 與其這樣你總統府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沒事幹 假的 對 就回歸專業 假會 對 就是給總統 而且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也在討論說 總統不是 他們總統府不是很喜歡去 管制影片嗎 就是你拍過來的東西 他們會先審核 然後看看不行的就把它剪掉 對 就是說總統有說錯話 或就是說總統覺得不妥的地方 就把它剪掉 我不知道說為什麼這一次的照片 沒有檢視到這一塊 是不是太輕忽了 或者是說 蔡總統身邊的人 沒有一個懂軍事 沒有一個知道什麼該露出 什麼不該露出 就是亂搞 只要總統漂亮好看的畫面 全部都給你 然後就把這些機密 全部露出來 對 所以我們最後要強調去說 如果與其是這樣的話 那真的就是不如還是回歸到 我們以前的這個體制 你覺得就是這樣 那就是讓總統 就讓國防部的攝影官來拍 他們自行可以判斷 然後反正他們也是會把總統 拍得美美的 你總統府真的就不要假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安全 的確 我想其實在這次的 這個拍攝的影片當中 也特別注意看到了 他們有用心在拍那個料理包 因為那個調理包 就這樣一包一包 分門別類 然後擺到一清二楚給大家看 還特別拍了總統 到底是怎麼吃的畫面 而且他面帶微笑 好像吃得很開心 引起網友們大家的好奇 可是沒有想到 結果大家的重點 放在軍情洩密 因為軍情洩密 真的是姿勢體大 今天馬上今日最大掛 我們請右正告訴你 好 謝玉琴 演習是同作戰 但是對蔡總統來說 演習是同作秀 不是作戰 好 我們先分幾塊來談 蔡總統你身邊的 不管是軍人體系 軍警體系 隨護體系 內衛 中衛 外衛 好像出包連連 怎麼回事呢 先來講最新的狀況 原來我們蔡總統去參觀 去參加這個應該說視察 漢光演習的實彈設計的時候 有一個行程 是到了軍情中心 戰情中心 通信指揮中心 來跟國軍官兵家常便飯 剛剛玉琴告訴你的 吃的是一個國軍自製的調理包 當然 調理包好不好吃 但是待會兒再來調論 但重點是大家發現了 在總統府 注意 總統府方面公布 蔡總統非常親民 非常隨和的這個影片 跟照片當中 無意間居然拍到了 戰情中心裡頭 後面掛的背板 背板上面 通通都是這一次 漢光演習相關的機密文件 或說機密部署 有什麼內容 來看到 首先包含了 指揮所的佈置圖 包含了通信網路的架構圖 在總統府的這一段影片 跟總統府公布的照片 是全都錄 完全沒有任何的遮掩 更別提打馬賽克了 好啦 聽到這兩個圖 你可能會有一點補薩傻 這兩個圖有什麼重要 來 我們先往下看 專家就告訴你了 好 你今天曝光了指揮所的佈置圖 第一個 你告訴敵人 我們的指揮所在哪裡 第二個 你告訴敵人 我們指揮所的周遭 有哪一些軍事設備 第三個 你告訴敵人 指揮所裡頭 有哪一些高階將領 第四個 你告訴敵人 指揮所裡頭 有哪一些機密文件 或機密的戰情 好 聽到這邊 你應該知道 指揮所不知圖曝光 有多嚴重了吧 敵人 只要瞄準你的指揮所 碰的一顆飛彈過來 你的指揮所 你的戰情中心 就全部都被消滅殆盡 這場仗還要打嗎 擎賊 先擎王 你的王不是被擎 你的王被宰了 被宰了的戰爭 那還有打下去的必要嗎 直接投降 認輸算了 好 再來一個部分 告訴你的是 曝光的還有通信 網路架構圖 我們都說 現代的戰爭 不是比人多了 武器精良當然是一個部分 但是網路作戰 可能才是決勝的關鍵 蔡總統 民進黨政府 不是一直說 要籌設第四軍種 叫網軍嗎 顯見 網路作戰 在你民進黨的心中 同樣非常重要 那你怎麼會把通信網路的架構圖 我們這次作戰 所有在網路上面 互相流通的資訊 全部都公布給敵軍看 這豈不是叫敵人的駭客 來專攻你的通信點 根本不費一兵一卒 不用費一顆子彈 一枚炸彈 只要癱瘓你的網路 你的國家就完全無法進行運作 好 說到這裡 你應該知道這兩個圖 如果真的是在作戰的情況之下曝光 對於我們台灣的殺傷力 會有多嚴重了吧 好啦 事情冒出來了 出包了 照理來說 總統府趕緊出來澄清 告訴大家說 對不起 因為以往都是軍方統一發佈 這些軍方的攝影官 當然他們懂得要避開機密資訊 他們懂得要取角度拍 拍得到總統 拍得到便當 但不要拍到後面背板的情資圖 不是嗎 但這一次總統府 剛剛小玉姐 邱女士說得好 很假的 你就不懂 但是花了6萬請了一個御用攝影 難道要他閒閒沒事幹嘛 因此硬是叫他 到戰情中心裡面去拍總統 結果他把總統拍得很美 把總統拍得巧笑歉息 把這個便當 把這個料理包 拍得非常美味 殊不知也把後面的戰情圖 拍得清清楚楚 而且在完全沒有修飾 沒有遮掩的情況之下 非常驕傲的對外公布 一公布演習不是作戰 演習叫做作秀 好 今天告訴你的是 總統府你太假搞了 你根本不需要拍你的攝影官 由軍方統一發布就好 好 事情爆發被罵了 想不到總統府還繼續跟你硬拗 總統府的說法是說 你們不要搞錯 我們公布的畫面 跟國防部公布的畫面 是一模一樣的 對 待會我們告訴你 確實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場合 同一個時間 裡面主角每個人都一模一樣 但是人家國防部的照片 後面的情資圖有打碼 有物畫看不清楚 你們總統府公布的內容一樣 可是你後面的情資圖 清清楚楚 總統府一貫的說法 就是硬拗 就是打死不認錯 今天又告訴你 沒錯 這就是民進黨的 執政風格 好 除了軍情泄滅之外 再來看到隨滬 現在在蔡總統身邊 也是出包連連 怎麼說 還記不記得之前總統 出席公開活動 後頭的背板 砰的一聲打下來 打到蔡總統的頭 讓隨滬一陣緊張傳出 有人可能要被懲處 好 就從那個背板 打到總統的頭 開始之後 在總統府裡頭 這幾水務出包連連 首先我們看到 之前就告訴你了 在總統府裡面有個隨滬 居然去性騷擾女武官 在蔡總統身邊這個女武官 而性騷擾之後 總統府的侍衛長 居然沒有深入調查 直接把這個涉嫌性騷 女武官的隨滬 給調回特勤中心 沒有經過總統府的性評會 來進行調查以及討論 有人說你這是不是包屁 在這個事情還沒落幕的時候 現在又傳出居然有總統府的隨滬 叫詹宗翰 他在執勤前居然喝酒 喝了酒就算不是執勤當日 如果你帶著訴罪上陣 保護總統安全 恐怕難保不會出包 而這個人現在也僅僅是被 調回特勤中心 外界就質疑了 你總統府的侍衛長 難道是在包屁你的屬下嗎 為什麼不進行調查 為什麼不通過性評會的處理 好 事情爆發 那麼侍衛長變成千夫所指 但總統府一樣的態度 我一樣跟你硬拗 他們硬拗的理由是說 我們侍衛長都有秉公處理 總統府說把人調離限職 就叫做秉公處理 看到民進黨政府硬拗的態度了嗎 待會我們一一來討論 軍情洩密對國家傷害有多大 那麼總統府的隨乎 出包連連 卻又遭到侍衛長的包屁 對我們的軍紀傷害又有多大 蔡總統說 我是軍人最大的靠山 但你看到這個靠山 現在非常非常的不穩 也導致軍方內部錯誤擺出 漏洞擺出 好啦 我們國軍的靠山不穩 那蔡總統的靠山穩不穩呢 來看下一張手板 蔡總統最大的靠山 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川普 我們一直不停的在幻想 美國會給我們很龐大的軍售 提升我們的國防自主 提升我們的國防武力 現在白日夢是不是崩毀了呢 好啦 我們的漢光電腦兵推告訴你 我們不但要升級既有的戰機 而且在2018年還要買M1A2戰車 而且2025年要買30架F35戰鬥機 能夠把共軍的威脅完全殲滅 這通通都是我們台灣人的想定 我們台灣人的軍推 我們台灣人的夢想 但現在美國媒體直接報導了 對不起 川普恐怕要讓我們的美夢 白日夢崩毀了 因為美國政府現在態度很明顯 要靠著中國來對付北韓 所以Sorry 這個軍購 我無法賣你了 要無限期的延宕 F35啦 M1A拓戰機啦 F16升級案啦 現在恐怕通通都得暫停執行 我們的國防武力無法提升 兩岸關係當然也無法跟著改善 因為大陸看清楚了 你美國要跟我站在一起 怎麼可能為了台灣跟我翻臉呢 而現在看清楚 美國真面目的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還包含了德國 包含了法國 德國總理梅克爾現在告訴你 依賴美國的時代結束了 歐洲要自己掌握命運 而法國的新任總統馬克宏 更是用握手這一招 直接搶攻了主控權 告訴川普 我很年輕 但是我不是好惹的 德國 法國 中國大陸 通通都看清楚川普的真面目 要來跟美國做對了 而除了這些強國之外 北韓這個美國最大的敵人 現在也是挑釁平平 最近又第九度試射了彈道飛彈 而且傳出北韓正在研發 所謂的飛彈的發射車 一旦研發成功 對美國會是非常大的威脅 大家都看到了川普的真面目 只有我們的蔡總統 我們的民黨政府 還把川普當成唯一的靠山 靠山不穩了 該怎麼辦呢 接下來把時間環迴疫情 現場來賓 先從我們國軍最大的靠山 蔡總統很不穩 導致軍機洩漏 導致軍機廢遲 開始談起 好 我們馬上就來討論的就是 我們的軍情洩密了 就是因為這個錯誤嗎 一張照片 竟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不是只有蔡英文總統 如何的清明在那裡吃 調理包的減餐 而是再讓我們看到後面的照片 這些都是軍機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情資 明顯 比方說以這一張 就很清楚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指揮所位置圖 這幾個大字 而且還告訴你營長在這裡 這個是不是就是洩密 這不是洩密的話 什麼是洩密 總統我就不要硬拗了 法律規定的進進出出 陸海空軍刑法第20條 交付軍事上一秘密之文書 圖案 消息 電池資料 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所以總統我就不要硬拗了 那個通訊網路架構圖 不是機密嗎 那就不要編了 就公開就好了 上網 國軍可以上網 把所有通訊網路資訊圖上網 漢光演習 視同作戰 你三軍聯合作戰 你一個兵力部署 一個指揮所佈置 這不是機密 開玩笑 不然就上網 公開大家研究一下 紅軍藍軍怎麼走 怎麼佈置 你上網給大家研究一下 這就是機密 所以就交由地檢署去偵辦 有沒有尾巴 我們就比照李倩榮 腦海城那時候 怕氣的風波 也交給地檢署去偵辦 如果不起訴的話 我相信你講得對 如果有刑責的話 相關的人就交由刑責來偵辦 所以這種事情不要硬拗了 總統講說 沒有軍事機密 真的就是硬拗到底 我舉一個最簡單 我過去在當兵的時候 我是搞營集的情報 我是情報士 我們叫架設的營集指揮 指揮車叫五拐拐 那個也是兵力部署圖 指揮所叫五拐拐 我們部署完之後 演習 因為我參與了幾次演習 後來如果我們部隊有開放 給外面的居民參觀的時候 那些所有的資料都要收起來 那些所有的地圖都是軍事機密 就是那個八軍團的司令 他們都派員定期要來檢查 你的地圖如果少了一張的話 把辦 就是這樣子 所有的地圖都要管制 那些都是軍事機密 那為什麼一個三軍連續 一個漢光演習 那一個指揮所佈置不是機密 你們不要開玩笑了好不好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 我們不是在採訪嗎 如果記者進入橫山指揮所 最重要指揮中心 要簽保密條款 出來也不能亂講 講錯一句話 法辦 就是這樣子 那一個漢光演習 那麼重要的一個指揮所 你說那些資料不是軍事資料 你在騙誰 所以總統府不要硬拗了 第一個這問題出在哪裡 總統府從八言人相關的 政治幕僚沒有軍事知識 就是軍事常識不足 所以那些影片你要經過審查 跟軍事相關的 你當然影片出來呈現說 總統在跟官兵吃牛藍飯 你要呈現總統親民 可以 可是你不能政治領導專業 讓專業的來 總統府沒有專業沒關係 讓專業的來 讓國王部相關幕僚看過 如果有相關的 真的有軍事機密的話 打馬賽克或把他剪掉 不要呈現總統府很親民 結果泄密 自己都搞不清楚 這不是泄密 什麼是泄密 所以總統府蔡英文講說 他是國軍最大的靠山 拜託 靠山三島 國軍只能靠自己最好 所以這件事情有沒有泄密 總統府也不要拗了 就交給地檢署去偵辦 這事情就可以釐清了 所以這件事情 不是你說沒有就沒有 法律清清楚楚規定了 三軍陸海空軍刑法 第20條規定在哪裡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你的攝影者的違反規定的話 趕快去查清楚 否則我這件事情 以後橫直鎖大家隨便進去 蔡英文進去也拍出來 影片流出來 國家機密就這樣外洩了 最簡單 最不能外洩的地方 你居然外洩了 這種事情千萬不要硬拗 專業的事情不能馬虎 好 來 當然要問有沒有泄密 有人說就演習而已 自己當初露出來又怎麼樣 總統府也告訴你說 我們公布的跟國軍公布的一樣 沒有泄密之餘 有沒有泄密 讓專業的來 來 我們現場一起到這個 前立委 我們的帥畫民 帥帥帥 人家真的是專業的 來 各位委員 你怎麼看這樣子的圖 在總統府公布的影片 大大方方的給全國的軍民看 有沒有泄密的疑慮在裡頭 其實嚴格說起來密不密 這張圖我是沒看到 但大概也不至於 大家講得那麼嚴重 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剛剛主播講了一連串的事情 第一個代表國安團隊的 沒有國防知識 也昧於國際的縣市 去抱川普這個不穩定的大腿 這個後遺症只有被川普利用 而沒有辦法獲得台灣 整個國家的安全 這個是很嚴重的 結果你的國安團隊裡面 做出來的判斷 為了迎合台獨 你把整個國家安全的政策 去投資在美日的大腿 這一個是很大的一個失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剛剛講的特勤中心 特勤中出這麼多包 有兩個因素 一個以前特勤人員是千挑萬選 安全顧慮考慮調查 人品能力 那經過很長期的考核 才能進去的 第二個問題出在哪裡 今天軍隊的威權制度 完全被擊潰以後 這個特勤中心指揮官 他敢做什麼嚴格的處分嗎 因為現在動不動 就可以布下告長官 說你對我這個解職是不公平的 或者是怎麼樣 現在部隊裡面 已經出現這個問題了 連長講句粗話 阿兵告狀 可以連續打幾年官司 所以這個問題 你已經責怪一個 特勤中心指揮官 我覺得也有失公平 他也很難做 你現在軍隊的氛圍 軍紀是已經換散 就是說勤前喝酒 在以前特勤部裡面 是不可能有的事情 對不對 第三個 你講的這個地圖跟這個問題 我比較看重是通信的那張圖 因為這個就暴露出來 你指揮體系裡面的每一個節點 譬如說你橫山指揮所 通信下一站是哪裡哪裡 你是不是造成人家 駭客很容易選擇的目標 所以第一張圖說指揮所的位置 那個還不是很嚴重 問題在哪 他的對老共的參考價值就是說 萬一攻擊台灣的橫山指揮所 他的特勤部隊可以摸到各個 比較重要的位置 問題不在乎這裡面的機密成分有多少 而問題是說 你怎麼可以容許他曝光 你一切是以作秀為目的 這才讓我們真正的 專業軍人感覺到心痛 你漢光演習 漢光的兵棋推演 總統身邊帶來有國安顧問 對你推演的方向正確好壞 有個講評 讓漢光演習可以更進步 結果所有的重點是 蔡英文吃便當 講一些控話 國營是我的靠山 那有人就用台語來唸靠背 所以問題就在這個地方就是說 今天我們去追究這個問題 我希望國安他能看到 國軍最大的隱憂是什麼 你今天軍心士氣 被你破壞到了極點 部隊紀律換散到了極點 人員都不進來 官校只能遭到77個人 你怎麼應付將來 基層部隊的幹部 管靠買武器嗎 買武器方向又錯誤 我是一個陸軍的中將 從九六飛彈危機完 我支持買錢進了20年 但是注意 我是支持賣 不能支持自治 因為你自治做出來 是20年前的 但你成軍的時候 已經落伍人家20多年了 而且你花的錢不得了 所以自治跟選 我買的話有選購你知道吧 大家都知道你一部汽車 中間換了好幾代 同一個形式 它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成熟 當年福克蘭戰爭的時候 有兩種防空體系 羅蘭飛彈跟謝蘇飛彈 性能都一樣 結果到戰場上 真的拉出去試一試以後發現 一個不能馬上機動發射 一個還要架設陣地 所以這些東西買 你有很大的選擇權 減少了研發經費 而且你還買到跟世界同等級 同步的武器系統 你自治 那就不知道你做出來 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講 今天我回過頭來指責 國安團隊沒有國防常識 第二個 特勤中心根本就沒有 你去注重蔡英文的逃生設備 你不如把你的特勤中心 人員的數值提高 那個裝備不能夠發揮作用 第三個就是說 你的態度 你去看漢光演習 是在鼓勵國軍 還是為你個人作秀 來安慰老不信 對國家安全的離慮 所以這是態度的問題 這個我覺得遠比 那張圖洩密的程度 還要來得嚴重 好 說態度問題 你要看到的是 在事情發生的 對 陳如這個委員所講的 或許那個圖畢竟是演習 不見得那麼的威脅大 可是看到後面的問題叫做 你的國安團隊亂七八糟 沒有嘗試 好 事情發生了 錯了 那就檢討 但是總統府的態度 卻是硬拗到底 說我們公布的 跟國防部公布的一樣 真的一樣嗎 為什麼要硬拗 難道是要保護那個 花6萬元請的御用攝影官嗎 休息一下 好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這個演習視同作戰 但是演習卻視同作秀了 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總統府在回應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告訴你就說 我們其實公布的照片 就是跟國防部一樣 無關泄密 可是大家仔細來看 下面這個是總統府版 這個是沒有打碼的 清清楚楚 可以看得到後面是什麼 但是國防部的 他可是有打碼來處理 讓你模糊看不見 這個就是差別之所在 所以洪威 總統府那樣講 就暴露出總統府 輕忽的心態了 其實國防部 所公布的這張圖片 事實上就是打臉總統府 因為非常清楚 到底是不是機密 如果不是機密的話 請問一下 軍文社所發的這個照片 他打馬賽克幹嘛 你為什麼要把他打馬賽克 如果他不是機密的話 他幹嘛這麼辛苦 還要另外再加工呢 所以也就是說其實國防部 本來就把這些視童為機密 所以當他總統視察的時候 要對外發表 不管影片或照片 他就是打碼處理 讓你是模糊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 總統府再說的再多 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就是說一般我們所瞭解的 你這個演習視童作戰 但是重點是 今天總統府的心態是什麼 剛剛大家都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顯然總統府要整個的影片也好 或照片也好 讓大家呈現給國人面前的是 蔡英文在演習的時候 跟我們的阿兵哥的定兄們 吃的是一樣的 一樣的條例包對不對 不是大家所想到的 想像的說好像是 過去他去視察地方 吃的是法國大餐 他一定覺得說這個引以為戒 所以這次一定要呈現 你看這個蔡英文總統三軍統賽 就是這樣子的清明 敬軍 然後跟我們阿兵哥吃的是一樣的 所以整個的心態 就是為了蔡英文做形象 因為過去大家都認為 蔡英文是富家大小姐 她都要吃得好 包含她到總統府裡面 都要6萬塊錢去養一個御廚 因為她吃的東西 是跟一般的過去馬英九 吃50塊錢的中心便當 是不一樣的 所以她一定要告訴你 其實蔡英文是非常清明的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這到底有沒有 這個洩漏機密的問題 那是不是機密 不是總統府說了算 我剛剛講 如果國防部認為 這不是機密的話 他真的不需要去打碼處理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軍方對於機密 事實上他的要求是滿高的 而且我們社會大眾 一般也都會比較配合國防部 所認同的 比如過去 大家應該記得像紐承澤 他當導演的時候 他們登舰去拍電影 然後有一個中國的攝影師 立刻就被國防部來法辦 對不對 包含我們的漁民 要去登太平島的時候 國防部不准他們登太平島 說的是什麼 這樣子會洩漏機密 所以你今天 國防部對一般的小老百姓 機密機密又機密 難道你對著蔡英文 對著總統府 他們說不是機密 就不是機密了嗎 所以你國防部就要閉嘴了嗎 所以今天到底是 一個問題是 總統府裡面沒有國防專業 另外我覺得 真正有專業的國防部的人士 對於總統府這樣 踐踏你的國防專業的時候 他們選擇的是閉嘴 他只好就是只好發布一些影片 到現在為止 國防部有沒有對這件事 講一聲話 他也許不敢 因為蔡英文是三軍統帥 所以蔡英文做的就是對的 總統府那些 專門幫蔡英文做形象的 他們愛怎麼樣胡作非為 都無所謂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演習 世上是耗費納稅人的錢 大家今天看到我們的軍榮壯盛 我們這麼多武器展現在面前 這些全部都在用納稅人的錢 結果你把它變成一個 蔡英文做秀的超級大舞台 合理嗎 我就覺得我們今天演習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所呈現的是 一個總統府這個團隊 只會幫蔡英文做秀 那麼真正要求專業 要有嚴格要求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嚴格要求 大家剛剛在講特勤中心的問題 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我們總統府裡面不是酒鬼就是色鬼嗎 怎麼會 接二連三的 對不對 就是以我來看的 就是一個非要喝酒 然後一個就是去性騷擾 去性騷擾你的長官 然後還不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到底 我們現在不管國防部也好 或我們特級中心 要出多少包 然後蔡英文才會處理 還是蔡英文只要認為 你的這些攝影官 把你派得美美的 把你派得非常親民 讓大家覺得說 你是跟官民同樣都吃條禮包 這樣就夠了嗎 治理國家也好 或者你做了選軍統帥 我必須要講蔡英文 你是不及格的 完全不及格到了極點 來 我們請教夏兵哥 其實剛剛我自己講幾個重點 過去民進黨面對所謂 有洩密疑慮 尤其是針對國防機密的時候 像扭成澤的案子 像這些愚民的案子 去太平島說不准上來 因為島上有軍事機密 還有最經典的就阿帕契 說真的 人家也沒有去 今天某某人進到機艙裡面 戴了頭盔 他連拍照都沒拍 他沒拍照之外 他也沒有把他露出來 但今天總統府你做的事情是 你不但拍了照 還拍了影片 而且大大方方的對外公布 我講難聽點 你的情節比李倩榮 比老乃城嚴重很多 拍影片的人是誰 總統府你不用處理嗎 這個人洩漏國家機密 所以這個就是 永遠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是這樣 當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不算什麼了 因為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尤其是老乃城那件案子 其實大家為什麼 因為他違反軍中的規定 其實並不一定是 他洩漏了什麼機密 只是因為他不可以這樣做而已 其實就是單純這樣 同樣的 這件事情也是不應該做的事情 老實說總統府的攝影 根本就不應該在那個地方拍照片 那個本來就只有軍文社的人 或是甚至連軍文社 最好都不要在那個地方拍 所以有可能是那個 五萬月薪的那個女攝影師 第一位攝影官拍嗎 第一個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位拍的 假設那一位拍的 誰准許他拍的 我覺得軍方在場的人 是本身也有責任 也就是像我剛剛也提過我的例子 以前我們記者去拍的時候 不適合拍的場合 他們旁邊的軍官會立刻阻止的 為什麼這一個人就沒有被阻止 就是他大辣辣的在那邊直接拍了 那我在想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 因為他是總統的人 因為他總統的人誰敢動他 對不對 你去動他 難道你怎麼被吃不了兜的走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文化 我覺得造成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蔡英文你還想要做一個 國軍最大的靠山的話 我覺得很簡單 從你自身開始做得起 這件事情誰犯了錯誤 誰應該被處罰 就直接交付處罰 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有法律上的責任 就讓他去負擔法律上的責任 因為這是你們的疏失 造成的這樣的結果 也許這個人並不是那麼懂 國防上面的專業 可是不管他懂不懂 他觸犯了這個法律 就必須要去接受處罰 我覺得這個是 沒有什麼好去爭辯的東西 但是話說回來 就是因為蔡英文這種態度 其實我覺得造成了 現在國軍內部的事情 越來越多 你看從蔡英文上任之後 其實是什麼小白狗的事件 又是這些東西 熟神勿舍 戰車犯復 一大堆有的沒的的 國軍除了莫名其妙 包一大堆 現在連總統府裡頭 一個少校改去跟上校調情 但我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 這個聽起來就非常詭異的事情 是調情還是騷擾 這個不知道 調情是女方也願意 騷擾是女方不願意 我跟你講 現在就是雙方各說各話 到底是怎麼樣不知道 因為那個男方是說 他根本沒有對他做什麼 但女方就覺得說 他遭受到騷擾 當然這個有待法律 去判斷誰是誰非 只是在我們聽起來 覺得很不可思議 少校對上校 你們兩個職級差那麼多 會不會有點搞錯 這個少校不想混 是 然後你在軍中帶勤的人 你在那邊喝酒 而且你是總統府的人 開玩笑 以前如果 我們講如果兩槍 實在發生這種事情 我覺得這個傢伙大概 肯定完蛋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荒謬的情況 但是為什麼現在一一會出現 而且我跟大家保證 以後會出現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都很明顯知道 中華民國的軍人 現在的悲哀在哪裡 軍人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榮譽 現在在中華民國當軍人 已經沒有榮譽了 他連自己為什麼要當兵都不知道 他今天連自己在保衛的國家 什麼都不知道 他連我今天到底在跟哪一個 哪一個領袖 哪一個政府效忠 我都搞得不是很清楚 因為今天一下變這個 明天一下變那個 所以對他來講 我這個軍人到底在當什麼的 然後甚至連軍人最基本的保障 連他退休之後的福利 你都要把他砍光光 這個軍人到底在當什麼的 保衛國家 也不知道要保衛哪個國家 然後我將來 我也養不活我自己一家大小 我老了之後 還要擔心我沒飯吃 你說這個軍人 他會不會做得前途茫茫 他會完全不知道要幹什麼 所以他現在無心在於他的工作上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現象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沒有給予軍人應該有的榮譽 當然軍人自己更無所適從 這整個社會為什麼會造成這個樣 其實就是因為從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一路為了打擊國民黨 所以不斷的製造各種糾紛 醜化軍人的形象去造成 當然我也必須說 軍人某一部分也要承擔 他們自己該負起的責任 因為軍中也有很多文化 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軍中的不良的文化要去改 但是你不能把整個軍中的生命 全部扼殺掉 因為你中華民國 還是要靠軍中維持 蔡英文一直講錯一句話 軍人才是蔡英文最大的靠山 沒有這個靠山 你中華民國早就完蛋了 你當什麼總統 你想當特首都沒辦法當 所以 所以我覺得 這根本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我覺得從這件事情開始 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 怎麼樣先把國軍重新振作起來 如果國軍振作不起來 整個中華民國就已經完蛋了 大家其他想什麼都是白想 不僅是軍紀幻散 其實總統府裡面的紀律 更是敗壞了嗎 剛才我們在談 到底為什麼總統府裡面 平平會出包 總統身邊的人一直出事出錯 他最內衛區的隨戶 是最貼近總統身邊的人 是 所以我們趕快就先來談一談 就是總統的隨戶 詹宗翰 他在勤前的時候喝酒 雖然那天是待命日 但是喝酒 剛剛帥將軍也講了 以前哪敢 名譽 現在就敢 其實我跑過幾任總統的 這個隨戶 就是我會覺得說 喝酒這個行為這很誇張 但是事實上 不只在蔡英文的時代發生過 阿扁的時代也發生過 然後馬英九時代 好像還有傳出說 有什麼忠心喝酒三人組 被周美青抓包 對 而且他喝酒喝得很誇張 因為他在勤務的時候喝酒 喝得爛醉 然後還有對空姐上下其手 後來這件事情 後來就是被周美青抓包很生氣 當然就是立刻就是直接 不要亂跳 先從蔡英文的講起 對 我們先講最新的狀況 是 他這個 這個詹信的隨戶 他就是也是在 就是在勤務的時候 他待命的時候喝酒 後來當然也是 被人家覺得說 因為你喝酒 一定絕對是有味道的 這個當然就是 臨時輪到你的時候 當然就是那個 就是你就是會有味道 你就變成要聞到 我覺得這個就沒有辦法擺脫 我想說最近就是說 你們也是幫總統無緩家 說他風水不好 從他上任之來的話 我必須先講一下 就是說性騷擾的事件 我覺得今天整個處理的重點 是在市衛長處理的過程 我覺得他是有瑕疵的 因為就是說他這個上校 陳岳芳上校 他是就是說被少校是傳賴 他感覺到說是有被騷擾 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沒有透過性評會 他是直接找他的長官來投訴 可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這件事 劉志斌他在處理過程當中 我覺得是有點瑕疵 因為第一個 你應該是把這件事情 直接交給性評會來處理 可是他不是 他把他這件事情 他就是做得兩邊都有怨由 變成說他直接就是把 騷擾的這個人 直接調離這個團隊 調離這個特勤中心 變成是說 你這個陳岳芳他會覺得說 我投訴 可是問題是你沒有處理 你只是把這個人直接調開 你沒有還我公道 但是被投訴的那個人 他也會覺得心生不滿 他會覺得說我都沒有 給我申訴的機會 而且你去仔細調那個監視錄影帶 跟就是說陳岳芳講的 確實是有出路 譬如說投訴人 陳岳芳他會覺得說 那個人明明就在廁所門口堵我 問題是你錄影帶調出來不是 他是在廁所的電梯門口 他感覺是要跟他解釋 陳岳芳不聽他解釋 就直接走掉 變成錄影帶呈現的說法 跟投訴人的講法是不一樣的 另外他有投訴說 那個少校就是涉嫌騷擾的少校 是有在停車場要堵他 甚至還有越傳越誇張 說他有去追車 拍打玻璃 問題是你監視錄影帶調出來之後 又發現說 其實陳岳芳到停車場的時候 那個少校想要跟他解釋 但是陳岳芳可能就不理他 就直接開車就走人 然後距離有點距離 所以也沒有傳出說 有所謂拍玻璃的事情 就是說整件事情出來 總統府後來只有出來淡淡的講說 確實是有這件事情發生 然後但是後續處理 他也沒有什麼一個交代 他只是說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說在整件事情的處理上 變成會讓外界一頭霧水 而且我覺得在整件事情 還沒有釐清的過程當中 你就已經把全部的名字都曝光了 而且我會覺得說 對另外一個少校 其實也不盡公平 因為他已經解釋 他想要解釋這件事情 你沒有讓他解釋 然後他就直接把它調單位 後續的處理怎麼樣 你如果說真的 後來不是那樣子的話 你是不是讓那個 就是說被投訴人 也蒙上不白之冤 所以我會覺得說總統府 整個就是說特勤中心 不管是對處理這個 就是說處理喝酒的事情 感覺也沒有處理好 他也是沒辦法管理好 你對於性騷擾的事情 也處理不好 我會覺得說 如果說你連自己人都處理不好 你怎麼會能夠齊家治國平衡 你怎麼能夠對 就對你那個管理 你其他更大的事情 我覺得他會直立說 你的管理能力其實是有問題的 而且其實 對於跳過性評會這件事情 我們回過頭來 當然今天最新的狀況是要告訴你們 是在總統府裡面 有個內衛的隨護 他不是在執行當日 但是他在執行的前一天 各位應該知道 有喝過酒都知道 有時候宿醉起來 比你當場喝醉 你的行為居止還要誇張 你說我前一天喝酒 而且這個人 他不是第一次 對總統府的市委長來說 這個人是屢勸不聽 而且屢勸屢犯 所以在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 把他給調回了特勤中心 好 再往下看 這個是之前傳出的 也就是總統府的女武官 遭到了他的 應該算下屬 算下屬 有這個言語 傳LINE 傳照片 不雅照等等騷擾 當然是一個羅生門 但是總統府的處理態度也是 跳過性評會 趕快這個人出事 先調回特勤中心再說 這樣的處理模式 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會讓他覺得總統府 你是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然後私了嗎 當總統府裡面的特勤中心 總統府裡面的特勤人員 出現私了這兩個字 這對國家的形象 傷害是很大的 來 林先生 我覺得這要吃案 就是要吃案 就關關相戶 第一個我覺得說 你包括水務喝酒 而且是在永和獄所 永和本來當初取 蔡英文的總統獄所叫永和 永久和平 就好像永遠不寧靜 隨時在出事 第一個 你水務喝酒 剛剛佑森講 內衛 內衛很重要 內衛是在總統府旁邊 總統旁邊最裡面 最內圈 因為總統府有分外衛跟內衛 外衛 中衛 內衛 對 像我們要採訪的時候 我們都被擋在十幾公尺外 我們跟總統很熟 他看到你要跟你打招呼 你進不去 包括佑森那時候要採訪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進不到內衛 除非是總統 內衛進不去的 除非他自己走出來 對 如果是這樣子 你內衛光戴勤的時候 戴勤前一天你喝醉 你有沒有恕醉 我就帶前日士同上班 可以這樣子嗎 如果恕醉 過去我們講最簡單的 前陣子被我發生新聞 那個機長在前一天喝酒 恕醉了 你怎麼開杯機 你厭不過 你厭不過你隔一天 拜託 你真的是 你身體很好嗎 隔一天你的酒精的殘留量 是0嗎 如果發生事情的話 可以這樣子軍紀換散 發生事情 為什麼示威長不處理 示威長為什麼不處理 還有總統府 你的那個就是說 你的軍官發生這種 性騷擾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人處理 第一個我認為 總統府過去沒大人 總統府你的秘書長 你的秘書長在哪裡 過去懸切了半年 你就有一個佈祕而已 為什麼發生這種性騷擾 不用交由信平會 你總統府佈祕到底要做什麼 過去總統府秘書長 過去總統府最大的家長 總統當然不管這一些 你的大家長 最大的長官 行政長官就是秘書長 懸切那麼久 所以這事情有沒有人管 整個就是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就通通沒事就好了 結果就軍紀換散 內部管理松山 還是說沒有人管 所以這事情我就說 發生醜聞趕快去處理 軍紀換散趕快螺絲鎖緊就好了 可是完全沒有人管 我覺得隨後這一種 一連串發生這種事情 聽說有合遇所 這一年來已經調動四五十個隨後 那是你的頻繁調動 是發生是不是有內勤 是不是還是只有喝酒而已 還是只有軍紀的問題而已 整個要查清楚 就發生這種隨後騷擾的事情 也要趕快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通通沒事就好 總統府這樣叫政治危機處理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下次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真的是造成總統為安 出現重大危機的話 我們要保佑蔡英文沒有事情 如果真的發生危安 重大疏失的話 誰可以扛得起 這是國安危機 拜託總統府趕快謹慎 用重大事情來處理這件事情 而不是政治危機處理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如果這種心態的話 下次危機發生在哪裡 真的會令人毛骨悚然 出包是很可怕 可是更可怕就是 出包之後到底如何處理 總統府現在是不是亂了套了 等一下回來 我們會請帥將軍 跟我們好好評論一下 馬上回來 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繼續來談一談 就像剛剛洪威在講的 現在我們的總統府到底怎麼了 難道不是色鬼就是酒鬼了嗎 如果真的出了這麼多的鬼 但是你怎麼去治鬼 這個才是關鍵 來 帥將軍 我們看總統府又是怎麼處理的 感覺還是很辛苦 我覺得大家去怪罪 這個世衛長是相當不公平的事 我歷任看過五屆總統 他的世衛的程度 這裡面很關鍵的就是 總統自己不重視特勤中心 我講講蔣古好了 兩蔣時代 因為老蔣在大陸被刑刺過 對不對 所以他帶來的那一位 是浙江自己家鄉的老鄉 到了民國五十年代 老了 從金門四校裡面選 這種非常單純淳樸的 由世衛史來訓練 所以很嚴格 我那個時候還擔任過 陽明山特種部隊的外圍 一晚上被特勤中心叫出來 測驗 一分鐘之內 不管你褲子穿上沒穿上 機槍 鐵絲網 地雷 火箭炮 要把陽明山那個公路封鎖掉 就是他特勤中心的權威很大 而且很嚴格 你看看兩蔣第二個 用的世衛長是最優秀的軍人 孔令城 郝伯春 那時候孔令城還指揮我們特種部隊 去突擊老蔣所有的行營賓館 陽明山是他所有駐紮的地方的 安全測試 被我們測成功的 憲民團長解職的 所以特勤中心有沒有功能 總統要不要重視 好了 後來 李登輝還可以享受一段就是說 這個特勤中心 還能維持一部分的功能 什麼時候開始弄壞了 陳水扁 大家是不是記得319槍擊案 所有特勤中心的規定 他全部不遵守 第一個總統副總統兩個坐一個車 第二個不用國安局的防彈車 第三個特勤中心的首腦 統統沒有參加 是由他選舉代表在設計行程 所以特勤中心從這個時候開始 你總統就不太重視了 完全你的規矩全部破壞了 到馬英九也差不多 第一個他選的世衛長 什麼要閩南的 要客家的 要原住民的平衡 對 這就要做政治做秀了 你沒有真正挑一個好的市衛長 因為市衛長才是幫你盯的 所有環節 安全的環節 所以馬英九完了 你看蔡英文 她是不是用了一個很強悍的 自己是不是遵守規定的 我講她這次洩密 就是因為是作秀 壓倒於安全的要求 作秀臨下專業 那作秀的總統府的攝影官 他要派什麼 這個橫山指揮所敢怎麼樣 這個保密是一個觀念跟態度 我回想到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我當年在古林頭當連長 由外兵來參觀 那個時候是副司令官的一個侍衛 侍衛官 階級比我高 帶來外兵 就在我那個古林頭攤頭 拍那個沙灘跟那個 房子登陸的鬼條台 我勸解不聽 勸解兩次不聽 我第三次我們拿指揮棒 把那個狀況機給打掉 為什麼我敢打 他階級比我高 他還可以告到副司令官那裡 可是我們的長官很清楚 你違反洩密的規定 他的示威官還被痛斥了一頓 所以你觀念正確 那我一個小小的中上尉 敢去打掉一個少校的 手上的照相機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你對機密 但是我現在很感慨 機密現在被濫用了 什麼事情都 他要政治上要壓迫你的時候 扣上你一個洩密 政治上他要作秀 泄密也無所謂 所以這個機密 標準很奇怪 這個機密這兩個字 真的是濫用到 你剛剛上次在講 我上次講 我問過老乃城 我說你那個頭盔有沒有泄密 他說我們那個頭盔很貴 要一兩百萬 是量的頭盔做的 我去基隆街飛機 我要帶著頭盔出去 我到龍潭那邊 去叫上課我要帶那個 我要到歸人台南去 我要帶那個 那個東西不插上飛機裡面的電源 不同電的話你有用的 沒有機密可言 所以我們這個機密被濫用到就是說 政治上想要弄掉你的 老乃城不是因為是我同學兒子 國家是花了上億 培養他 培養 在美國也是少見的 所謂種子教官的人才 就這麼糟蹋了 所以今天的問題 蔡英文的問題就是說 你的社會長 有沒有賦予他應有的權限 他敢去要求 今天這種淡淡的處理 是因為什麼 他沒這麼大的權力 第二個 橫山指揮所的 相關的指揮官 安全官 你怎麼能夠任由總統府 為了拍宣傳照在裡面 亂派一通 這才是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去 責罵這個市委長 不公平 問題出在自己 出在總統自己 對安全的態度 我們先進行網告 馬上回來 好 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講隨後出包 怎麼在連環報 蔡總統不過才執政一年的時間 過去老馬 阿扁時期 有這麼誇張嗎 名譽 你來談一談 這頻率他才一年 包含那個打到頭 加這幾個事情 大概出三四次包了 對 他才一年出三次 我講我以前就是 跑總統府的一些經驗好了 其實我批評良心講 就是在我跑李登輝 李登輝很後期 就是神水扁跟馬英九 如果你比隨後的素質來講的話 是李登輝跟馬英九的素質 是比較好 因為大家其實我們 我是憑良心說 因為你知道隨後的挑選 要跟那個元首的身高 你至少要比他高 你一定要比 你知道李登輝跟馬英九 身高都非常高 所以說你 帥度 帥度是另外一回事 矮的也有帥的好不好 你不可以這樣子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你就體格 先天的體格上 如果你要比李登輝高 或比馬英九高 譬如說有人要狙擊他的話 你可以才可以趕快把這個 總統包住 如果說你是 我們知道說陳水扁 確實是比較 他部分就是說 早的跟阿扁身高差不多 所以阿扁的身高 在歷任的總統的 阿扁的隨後 在歷任總統的隨後上面 最好挑的 對 比較好挑 提心上 提心上比較好挑 不用太多嚴格的限制 對 這也跟就是說 為什麼就是說 李登輝的隨後 跟馬英九時代的隨後 他們桃花比較多一點 然後甚至有更誇張是說 李登輝那時候有的隨後 還直接就把這個女朋友 帶 在新聞採訪上 你知道有一次最扯 就是李登輝的隨後 還把他的女朋友 直接帶進官邸裡面 然後還有就是說 去偷士林官邸的花瓶 其實這種就是比較多 對 還有一個就是說 甚至李登輝時代的隨後 就婚外勤被忌大過 後來你知道他就是整個抓公 當場就是被忌大過 他是在特勤訓練的時候 直接開槍掃射 對 所以就是說 這種新聞就是還滿多的 我講 我就說 我跑阿扁時代比較多的 就是說他們那個隨後 雖然說花瓶新聞比較少一點 但是他們就是滿愛喝酒的 另外就是有幾件爆發是說 因為你知道總統的特勤 他們就是跟總統很近 他們有那個名片 有時候他們會比較容易 去招搖撞騙 就拿總統府的名片 大家一看 比如說我們記者當然會知道 但是就是說有一般的 比較百姓 平民百姓他們不知道說 你總統府來的 這麼大 你總統府裡面上班 對 然後再唬爛幾句說 譬如說跟旁邊很熟 跟總統多高層多熟 什麼你要借貸 或是你要跟總統見面 什麼什麼的 都很容易 就講得天花亂墜 就很容易借錢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有爆發出來 就是說他拿著總統府 打總統府招牌去招搖撞騙 然後去借錢 借幾百萬 然後後來還不出來 就舉槍輕聲 這個都實有所聞 其實有一個最誇張的 最誇張 我聽過 就是在我跑任內 最誇張的一個案例是說 當時陳水扁有一次去台中 然後後來他的隨護 就是回來之後 就是在路上就車禍死掉了 就因公殉職 結果他的長官 他的長官是他直屬上校 殉職的是一個少校 就他直屬長官中校 不但沒有哀琦 沒有幫他的屬下 就是有任何的 就是說扶婿都沒有 你知道他第一個動作是怎麼樣嗎 去偷他的包包 偷他的包包拿他的卡去刷卡 刷卡刷了兩萬三 而且你知道刷給誰嗎 刷給他的情婦 是超誇張的 就是那個人當 你的弟兄 你的弟兄當場就是車禍死亡 你沒有直接去慰問他 沒有去抚恤他 你去偷他的包包拿他的卡 去刷卡給情婦 花了兩萬三 結果這件事情 就當然 而且還好24小時馬上就破案了 因為這很簡單 因為刷卡公司打電話來 就打電話給那個死者的遺霜 他就說你刷兩萬三 那遺霜當然跳起來 就說我老公都已經死了 怎麼可能在那個時間還刷卡 所以一定是有人倒刷他 然後當然一查 就查到說是他的長官 是他直爽的 我覺得真的是 真是如果是否會還 真是情何以堪 然後他就問他說你認不認罪 結果他就說 他就馬上說他要自首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是24小時破案 我再講一個 就是說我覺得在 其實不只陳水扁 其實呂秀蓮的隨護 也報了一個滿大的 就是說他的那個 這個人比較特別是說 他是侍從組的組長 他比較特別是說 因為他就是外表看起來 其實是很木納的一個人 而且你知道 就是說像我們這種要跑 要跑總統的新聞 不是那麼容易跑到 其實大家都各憑本事有管道 有的人就是會想說 因為隨乎每天都跟著總統 我們每天都會見到 你看到的話就是會想說 跟他套點消息 就是說他最近怎麼樣都會聊天 可是那個人就是口風超緊的 就是那個人從來都不會講 然後你要問他什麼消息 什麼都問不到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其實這個人是很老實的 但是老實 你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拿手機去女廁所 去偷拍人家 而且他 我覺得他是色膽包天到一個地步 他跑到女廁所去 通常人家不是是往下拍嗎 如果我們通常逮到往下拍 他不是 他是往上拍 他是跑到上面 他個子比較高 他就往上 然後他那時候是 而且他那個 他是不小心按快門的時候 就是手機 他沒有關靜音 他就咔嚓一聲 上廁所的女生就突然抬頭 怎麼聽看到有人在偷拍 結果他就看到他 然後他就跑掉 跑掉後來就是 當然那個女秘書 那時候是副秘書長的女秘書 他直接當時去跟老闆講 結果那個副秘書長 就氣沖沖的跑去 跟呂秀蓮信誓問罪 當然一逮就立刻就逮到了 我最後講一個 我是說我們講了很多 隨後出包的事情 可是隨後也有滿衰的 就是歷任總統 就是有時候會拍到 其實不一定是總統 就是說總統身邊的家人 會把總統的隨後 就是當那個 當侍從使喚 譬如說幫提包包 有沒有 就是叫他去澆水 我覺得這時候還小事 你知道吳淑貞 那時候把隨後當什麼 當私家偵探 對 查誰 查誰 他不是查阿扁的行蹤 因為阿扁他已經說拔起來了 查兒子 查趙建民 去查趙建民的行蹤 對 然後因為你知道這個 其實他也是有一點 連環報的小故事 因為那時候你知道 趙建民的第一個 就是陳水扁第一個新孫 小安安 很可愛 然後大家其實第一家庭 就很保護這個小安安 沒想到小安安去讀 哪一個私立幼稚園 就被某一家媒體 就是獨家報導給拍出來了 然後後來到 第一家庭就有點震怒 就想去查誰是泄滅者 結果沒想到泄滅的就是趙建民 趙建民自己去跟媒體講 說他的兒子是在哪個 幼稚園讀書這樣 你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就算了 然後被警告就算了 結果第二次 這小安安又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又有媒體拍到 結果再查還是趙建民 你知道這件事情就泄滅了 那為什麼後來會流出來 原來就是說 一山還有一山高 就是趙建民就是先訪萬訪 反不到說 其實他身邊的水護 還是武俗貞派來的 這個要監看他的一個人 其實趙建民他後來 他也是把水護就是說 他把水護不是當奴仆使喚 他把他的水護當人頭 他當人頭去銀行去貸款 所以我覺得說水護 真的是千奇百怪 多功能 多功能其實真的也滿衰的 所以 好 那麼我們剛剛談到了 很多這個水護的過去 很多很多大家不為人知的 一些小故事 不過我們話說回來 我們要嚴肅面對的是什麼 面對的就是我們的漢光演習 真的不能總統 把它當作秀而已 對岸怎麼來看我們的漢光演習 評價好像是個負評 感覺是笑話一場的感覺 這個韓濱 人家是怎麼來看我們的 漢光演習的 其實也不只是對岸 包括美軍這次顧問也在 因為每次我們演習 都會找美軍過來 幫我們做一些評估 第一個據說美軍 他方面的評估就是 其實我們一直很想爭取的 M1 A2或是M1 A1 這種重型坦克 其實對台灣來講 並不是目前迫切需要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美軍很罕見的建議 以前我們一直跟他爭取 這一次他居然自己主動提供說 他希望台灣 其實未來應該要考慮配備MLRS 也就是M270的多管火箭系統 這是美軍的一個 特別的多管火箭系統 以前我們一直想要跟美軍買 美軍不願意賣 這一次包括解放軍那邊 也有專家說 其實從這次也極刻看得出來 國軍目前的雷霆2000系統 其實在對付登陸這一方面 其實效果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因為我們目前的雷霆2000系統 大概能夠達到的距離 最遠是45公里左右 也就是說你只能從岸上 打到人家要登岸的部隊 我們是有考慮研究真程型 就到120公里 但是這個還是沒有辦法 防壞於未來 所以如果未來 根據美軍的建議 我們能夠爭取到MLRS系統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只要把它部署在 我們的西海岸 直接實際上就可以鎖定 包括福建這些 整個大陸對岸 這些所有他們 甚至包括他們的基地 我們都可以直接瞄準 然後攻擊 尤其是我們的雷霆2000 其實一直以來 因為多管火箭系統 目的就是為了便宜 所以基本上 它是不會有導引彈頭的 它基本上打過去 就是一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之內 大概就是我可以命中的 一個大概的目標 這事實際上 大部分的多管火箭也是如此 可是問題是 解放軍因為他們承襲 俄羅斯早期的這種 大炮兵的這種戰略 所以他們在多管火箭的發達 也是非常非常厲害 其實他們現在研究出來 大概射程超過300公里 以上的多管火箭 所以他們其實是可以 從他們福建沿海 直接用多管火箭 就直接打到台灣來的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所以在與其去考慮說 坦克車這個部分的話 不如說我們是不是在 先在多管火箭這方面去加強 尤其是據說老共現在已經準備 在他們的某一些 多管火箭上面 在他們的那個 加上導引頭 也就是可能有GPS 包括這些導引的系統 讓他能夠更精準的瞄準我們的 包括雷達站 包括飛機基地 空軍基地這些地方 如果他們願意花這麼大成本的話 因為為什麼大部分的國家 不願意裝 因為很貴 你裝的那個東西 那個成本會直線上升 如果他們真的願意這樣裝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威脅 真的是滿大 可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不買M1 A1的話 或A2的話 我們要買什麼 據說國軍又提出一個 所謂的國車國照 然後我們打算自己要照 我就不太明白 之前我們的雲豹假車 就已經照出來問題就一大堆了 現在你國車國照到底 你認為你的技術基底 到底在什麼地方 然後他們說甚至 因為我們目前M60A3 我們的主力戰車 其實用的還是 40 50年前的105炮 那個已經完全跟不上時代潮流 因為目前西方標準是120炮 俄羅斯的標準的話是125炮 口徑都比我們大很多 我們目前的105炮 不管再怎麼趕進 恐怕沒有辦法擊穿 就是解放軍第一線的主力戰車 大概都是沒有辦法擊穿 對 都打不穿 所以你對他完全不會產生效果 這種情況下 我們應該改進我們的105炮 是不是應該把它提升口徑變120炮 但是我又聽到一個很荒謬 國軍居然又說他們又要自己研發 我真的聽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恐怖 什麼東西都要自己研發 我們國家到底是有錢到 什麼地步 我們比美國還要有錢嗎 你們知道美國的M1 M1A 就是M1早期型 他本來也是用105炮 後來他也自己有試做的120炮 到最後為什麼他沒有採用 他自己的120炮 反而去用德國萊英基礎的120炮 為什麼 因為人家萊英基礎做得比你好 你直接給人家授權又比較便宜 世界上西方就只有兩個系統 一個懸堂砲就是英國的120 120懸堂砲 另外一個就是德國萊英基礎的 120懸堂砲 整個西方國家 幾乎全部都在用這個炮系統 然後我們一定要自己 去研發一個系統 我覺得台灣什麼東西 都要獨立單純研發出 我們特有的一個武器系統 這到底幹嘛 我們台灣真的是比美國 比全世界各國都還要有錢嗎 我們的基礎 真的有強大到這種地步嗎 我覺得國軍真的不要再搞笑了 我們今天不是宇宙戰艦的時代 我們不是在看卡通 我們這次在真的要命的在作戰 拜託大家不要再幻想 我們現在自己亂花錢做武器 好 不要亂花錢 那我花錢買可以吧 對不起 你現在自己花錢做不出來 你花錢想跟人家買 對不起 人家也不賣你 誰不賣你 川普不賣你 來 美國外國媒體 最新的報導已經直接告訴你了 說川普現在針對台灣的軍購 之前不是我們在那邊 那個願景撥畫得多美好 2025年我們買30架F35 把共軍全面擊潰 什麼尖幾十都不是對手 但川普今天就告訴你了 對不起 因為我要跟大陸當好朋友 他要幫我解決北韓的問題 Sorry 川普不玩了 蔡英文又要FIRED 所以告訴你說 不管是飛的 打的 地上走的 水裡游的 通通都不賣你了 不賣你了怎麼辦 蔡英文夢醒了嗎 來 彭文議員 所以當美國對台軍售的 他的政策改變之後 我們的美夢就全部都破碎了 剛才講到整個漢光演習 我覺得就是蔡英文 他第一次以三軍統帥的一個身分 來做清教漢光演習 我覺得這個是事實上 我覺得我們也是應該期待的 也應該給他一定的肯定 可是事實上 以現在台灣的局勢來說 即便漢光演習 這一次演習極為成功 我們會發現我們陸海空軍 整個反登陸多麼的成功 你會認為這個就是 台灣人民要的嗎 因為真正的兩岸的局勢 我們還是希望和平 而不是說我們今天 軍融多麼壯盛 今天就算我們有多少的 這樣的火力 我們會認為台灣的 在軍事的力量上 可以足以跟中共來抗衡嗎 大陸抗衡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整個 漢光演習的過程裡面 剛才韓明講得也非常清楚 我們在不管是美國的專家 或者是大陸的軍事專家 他有些東西他們是看內航人 他們發現說 你的戰車的火炮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整個擊破大陸的戰車 所以我們國防部說沒有關係 我們再繼續的去升級 這種升級一種就是我們繼續的 跟美國去買 買武器對不對 就讓我們繼續升級 或者是就提出來說 那不然好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國車國造 所以我們現在變什麼都要國造 國機要國造 國艦要國造 國車也要國造 好像我們現在台灣的 整個的軍事的產業 已經非常的純熟 了不起 飛機也可以國造 軍艦也可以國造 然後坦克車我們也可以國造 這真的是這樣嗎 而更重要的問題 剛剛就特別談到 我們希望提升我們所有的性能 最後我們靠的是 真的只能靠自己嗎 還是說我們還是又去靠 美國人今天要軍售給我們多少 現在本來在川普當選的時候 那麼蔡英文跟他一通電話 曾經讓蔡英文民進黨政府 甚至有一些獨派的勢力 非常的高興 覺得我們今天真的原來 連美日抗中 我們這個政策完全正確 因為川普真的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可是等到川習會之後 我們會發現我們的 全部都落空了 全部都失望了 更重要的是 最近其實在美國的主流媒體 不只是剛才主持人講到 那個是NBC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它報導 事實上在之前華爾街日報 也透露了口風 也就是現在整個美國川普對台軍售 已經開始出現整個的轉風向 因為他現在因為北韓的問題 要靠中國去幫他解決 所以對台軍售的問題 他必須看中國的臉色 所以他今天不是像他之前所講的 川普只是一個生意人 或者川普今天接蔡英文的電話 像是一個客服電話 因為本來川普告訴你 我們每年賣幾十億的武器給台灣 我們總是要接他一個電話 認為說未來是不是還是有可以 接這些所謂的 售後服務的電話 對不起 現在川普 已經不要借你的電話了 甚至他寧願放棄 繼續的軍售給台灣 只是因為他現在必須優先 去處理北韓的問題 所以現在回過頭來 那麼台灣對於我們整個 美國的國防軍事的發展 跟兩岸之間的抗衡 你現在是不是 原來只想抱美國人大腿 現在美國人大腿不給你抱了 說白話完就是說 他不再做你的後盾 今天蔡英文說 我是國軍最主要的靠山 那麼可能蔡英文在講這話的時候 就說沒關係 因為美國老大哥是我的靠山 對不對 因為我不管是在武器也好 對中國抗衡也好 可是現在川普就是真的 靠山三島 靠人人跑了 川普就跑了 美國也要跑了 美國不只對台灣跑 美國對歐洲都跑掉了 我們可能有時間看能不能談到 歐洲都發現說 現在美國的政策已經改變了 所以歐洲要自立自強 要團結 要一個強大的一個歐洲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沒有看清楚 川普跟美國政策的改變 然後只是在這些軍售品上 然後一直喊話 一直喊話 說我們現在又要去跟美國人 買多少的武器 最後美國人不賣給我們了 而我覺得最 我是真的覺得最難過的是 因為蔡英文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她的一個政治判斷 仍然是有問題的 包含在520之前 她接受路透社的訪問 她師傅完全沒有察覺到 美國對台軍售 已經可能有改變 我剛剛講 不是現在NBC報導而已 事實上之前的紐約時報 都已經有相關的訊息傳出來 我們竟然還去跟美國喊話 說我們要買F35 F35我們先不要講 它很貴 我們的財政能不能夠去支應 更重要的是 現在美國可能根本就完全的喊咖 完全的打臉 未來我們整個的軍事布局 還有兩岸的情勢 我想請問蔡英文是不是繼續 抱美國人大腿 美國人不當你靠山的時候 今天你要找誰來當靠山 來 事實上 孫雄君 這個跟美國買軍售 前前後後 包含我在國防部78年 一直到我當立法委員7年 大概沒有中斷過 談這一類的問題 今天不管川普個人的 捉摸不定 現在基本盤裡面 他跟大陸訂的上海公報 什麼這些東西 他就不可能賣給你 能夠真正平衡兩岸武力上差距的武器 因為他早就已經跟中國大陸有這個協定 第二個 現在蔡英文是寄望在說 川普剛剛上台的時候批評中國 接了他一通電話 那麼這一段時間就算是 他有求於習大大 所以他停止了台灣的軍售 就算是習大大沒有達到他的願望 他又要報復中國 他又答應你些什麼 我都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什麼 美國的國務院軍事專家 他們現在認為 台灣現在的軍力已經沒有辦法 跟大陸相對抗 那麼把最高機密的武器賣給你 就等於送給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理由他也不會賣你 將來賣你都是一個落後的東西 所以我講 蔡英文如果想用軍備競賽 來換得老不幸 相信我們國家是安全的話 這好比像當年持續太后 要聽義和團 我這個神符 符水喝下去 刀槍不入 我這個畫一個揍 敵人的炮彈就打不到我 所以這個東西很糟糕 所以我一開始就批評 蔡英文你的國安團隊有問題 今天漢光演戲大家都說 他遲到才一分鐘 有什麼關係 漢光演戲是我搞了多少年 總統一在漢光演習之前 先要聽參謀總長的一個任務提報 換句話他早就應該到了演習現場 那麼參謀總長也好 是地方的軍團司令也好 說我演習有些什麼項目 每個演習有什麼意義 那麼代表什麼要進行 通常都有10到15分鐘的簡報 那很可能像今天這個 因為演習天上的飛機 他都要控管到每一秒鐘 你直升機什麼時候進來 戰鬥機什麼時候進來 飛彈什麼時候發射 這個中間時間發生秒差 都有空中安全問題的 所以你看他遲到一分鐘 那代表空軍已經沒辦法應變了 你沒來 可是我一定要按時下去了 那我推測就是說 你前面的任務提報 你都沒參加了 你如果參加前面的任務提報的話 你怎麼可能歷臨現場會遲到 所以你根本就不尊重軍方 這個漢光演習 你只重視自己在演習的盡頭 第二個我也要譴責一下國防部 這個老套的東西不要再演了 當初設定漢光演習的目標是 針對大陸對台灣的犯台的方案 我拿演習來檢討 打不打得過 我有什麼缺點 那麼如果摸透了三年兩次 三次的演習 把所有的參數摸出來 你就去改良 我記得我在漢光三號的時候 就跟蔣總領總司令去建議 我說不要再演了 因為你是浪費 後來就把澎湖那個叫做 那個聲光秀 坦克車 飛機 那個只有一個功能 就這個武器平常不捨得打的 像飛彈 標2 讓射手有一次實彈射擊的功能 但是花了這麼大的精力 我真正關心的是說 你國防白皮書講的 重臣嚇阻 你拿什麼東西來重臣 不是拿漢光的十幾年 二十年前的老套的神光秀來嚇阻 你嚇誰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美國軍事專家也不見得看好 大陸也績笑 這點我希望國防部也好 蔡英文也好 要務實的看 怎麼樣整建我們的軍人 你看 馬上七月又到了 軍人最 中華民國國軍最光榮的傳統 就是七七八年抗戰 不紀念了 陸軍官校的校哥 要給你改一改 那是不是要改成綠旗飛舞 所以這一問題就是說 你不停的在打擊 軍中的傳統 榮譽 紀律 花大錢去買這些武器 是換不到你的安全的了 我告訴你 坦克車要自製 雲爆 車底盤也是買的 炮塔也是買的 根本就自己做不出來 那雲爆這種輕型的東西 你做不出來 你還想做重型坦克車 第二個方向有問題 中共現在有一個危機 全國老百姓現在沒看到 以前中共只有兩個陸戰師 所以美軍不願意賣我們武器 說老共只有兩個陸戰師 佔領不了台灣 現在人家陸戰司令部成立了 一擴軍把登陸艇 氣墊船一發展 那就是攻台的最大威脅 所以這個我都沒有看到 漢光演習裡面有什麼 琢磨的東西 這是潛在很大的威脅 因為中共以前認為飛彈 飛機轟炸 就可以把台灣老兵嚇得投降了 現在擴建陸戰隊 那是有佔領的行為的表現 所以這個東西 兩岸關係 不從政治上去謀求和解 在軍備上浪費這麼多錢 浪費這麼多精力 我覺得這種行為 就跟義和團差不多 的確 我想蔡英雄君 剛剛講得很準 而且他剛剛也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蔡英文總統 應該要趕快看清 美國總統川普 他現在就是要積極的去 跟大陸交朋友 所以蔡總統You are fired 但是蔡英文總統 你還沒有看破嗎 趕快看看德國跟法國 他們都已經看破了 川普的手腳了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 討論這個話題 好 為什麼我們要說 德國的梅克爾總理 看破了美國川普的手腳了 因為其實最近 他跟川普開了幾個會議 都是很重要的會議 但他發現商人就是商人 所以會後就很感慨 反正人家美國都是只顧自己的利益 依賴美國的時代結束 所以依賴美國的時代結束 然後他說 歐洲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以後都要靠我們自己 靠美國根本就不可靠 孟凱 你看 梅克爾總理很清楚 這一次的啟示 我覺得大家就是看得非常清楚 因為川普他這次出訪 好像自以為說 自己表現得很不錯 所以一回來說 在對美國的群眾講說 這個是全雷達 沒想到 梅克爾馬上就來打臉川普 就說川普 因為你執意一直喊說 你要美國優先 既然你要美國優先的情況下 歐盟的各位國家 大家就要想清楚 我們自己要對自己 歐盟的這個事物 要靠自己的命運 等於說 梅克爾就喊出一個就是說 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其實看得就非常清楚 因為現在的世界局勢的變化 已經很大了 而且其實川普 他在這一次選舉的時候 他就是對立 他凸顯出跟之前歐巴馬的不同 所以他就會講說 美國要自己 所有都是要以利益 都是以美國優先 這樣子 歐盟這些國家就已經認清 就說美國之後不太會讓利 或是說美國之後 他就不會以他們自己的利益 不會再去照顧其他人了 既然這樣的話 梅克爾他就率先出來打臉 這一次德國他們更喊出 就是要全力推動歐盟內部的 一些經濟 政經 局勢的一些變化 其實某種程度就看起來 就是說其實歐盟 現在也要跟美國劃清界限 我們這一次講說 其實歐盟裡面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一個所謂法國的 法國現在的一個是現在總理 叫馬克宏對不對 而且這一次大家如果說 有看這個新聞畫面的話 其實看得出來 馬克宏更有趣的 就是他跟川普兩個人 長達這個幾秒鐘 而且握手握到兩個手指關節 都已經這個 已變色的一個情況 那就代表是說 其實現在看得出來 所有歐盟的這些國家裡面 都對於川普他的態度 已經就是踩穩自己的立場 踩穩自己的腳步 就不希望是說 要讓川普之後再對歐盟 這些國家這邊來說 於取以求 所以我想很多的世界國家 現在看得出來就是說 當美國這個老大哥 他可能自己對於世界的 這個警察的角色 已經沒有那麼重視 或者是說他覺得 相對來講 與其當一個面子上有的 所謂的世界警察 倒不如做一個實際上理直有的 先鞏固川普他現在低迷的民調 這樣的一個角色的情況 我覺得歐盟的這些國家 都看清楚這個現實的時候 我們譬如說相對來講 我們自己國家 我們台灣來說 就更應該看清楚說 現在世界的情勢的變化 都已經如此的轉變的時候 我們就更不應該 只是壓保其中一個部分 因為畢竟21世紀 其實相對來說 國際情勢真的是瞬息萬變 現在大家都喊出所謂的 這個國家主義優先 當這個國家主義優先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知道 這已經跟我們以前認知的 所謂的這個美國老大哥的 這樣的一個傳統想法 是完全不一樣了 來 森菊 我想還有一個基本盤的同學 這個問題大家要了解 歐盟以前接受美國的這個保護 叫做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 對 那個時候的時空背景 是二次大戰完了以後 蘇聯在全世界擴張 他的這個四射的影響 而歐洲在打完歐戰以後 他的國力是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抵抗蘇聯的這個侵略 所以美國才組織了這個 所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然後要這些歐洲國家付軍費 自從俄羅斯解體以後 很多小國家現在變成 東歐國家想加入歐盟 換句話說 你蘇聯不再是這麼強大 蘇聯已經不再是對歐洲國家 有領土的野心 我有沒有必要要投資在 軍事上的對抗 那我更不希望我分攤你 北大西洋的軍費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沒有覺察到說 我在歐洲已經不是這麼被需要 你還擺出一個老大 要收保護費那樣子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歐盟現在也開始 實質上跟大陸的一帶一路 接上線了 一烏的火車一直開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他跟經貿的發展 跟你美國 因為你川普一上台 要收入境稅 外國的貨品 關稅 保護 各種東西 歐盟還有興趣跟你再連得那麼緊嗎 所以你英國的兄弟脫歐 梅克爾第一個反應 我要嚴懲你脫歐 你要付出代價 因為你會造成我歐盟的危機 這也是間接打美國人一個耳光 所以我看北大西洋組織 遲早他會崩解 因為德國的軍武能力 跟法國的軍武能力 現在不見得輸給你美國 因為他面對的這麼一個 不是有擴張野心的蘇聯 他用不著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基本上 馬克宏也好 梅克爾也好 不會太甩川普這種 即興式的外交表演 你出來 他們 梅克爾他們很清楚 所以你在白宮裡面 為了泄密案件 為了跟蘇聯勾勾勾搭搭的 接受法院調查 你出門來避風頭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還在那裡強調這個的話 歐盟跟法國都不接受這一套了 所以我想往後的轉變 台灣一定要看清楚 歐洲的商機會不會因此有變化 所以蔡英文講的 透過美國走向世界 美國自己都被世界評除在外 你還想透過他 這個就是我講國安團隊 缺乏國際常識 缺乏國際常識滿嚴重的 不過德國 法國很有國際常識 而且梅克爾是在 自己講話的時候就講說 美國實在結束 我們不能靠美國 我跟你講真正有種的叫馬克宏 他直接在川普面前跟川普 應該算是較勁 透過什麼較勁 透過握手 我們知道川普握手 壞習慣很多 就現在碰到對手 來看這個畫面 你看 一直緊緊的握著 結果川普手已經想要放掉了 想要放掉了 就是 馬克宏不放 所以這一仗看得出來是 馬克宏站上瘋 畢竟年輕 他畢竟川普年輕 差不多40歲 對 39歲74歲 對 差不多年輕快40歲 年輕主要是全怕少壯 來 小玉 應該說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39歲的馬克宏 他應該深懂得握手政治學 你看講說川普他其實很有趣 他以前其實他是 你看他握手 他們兩個是這樣握 而且你知道媒體有拍到說 他們是握到指尖都發白 川普的手都白了 對 而且你知道馬克宏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先做夠功課 所以他說他跟川普 因為川普會直接瞪著你的 然後會讓對手覺得很懼怕 所以馬克宏為了要展現說 好 我沒有在怕你 但他就是直接瞪著川普 他直接跟川普這個臉 就眼神整個交會 四目交會 對 然後就是看看誰先把頭撇開 另外大家都招說川普握手 握得超用力的 好 你知道握得很用力 我也跟你握得很用力 所以他們兩個握得超 大概這個媒體有算 大概超過快20秒的時間 後來好像是說川普 對 還是受不了 所以他先鬆手 川普這手想鬆開 馬克宏 馬克宏不讓他走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你握手就握手 感覺好像在握手 就比人家匕首力了 得最方丈還想走 對啊 想說這到底握手之外 當然就想說 馬克宏可能先占上風 但是我講到說 講到說川普握手的壞習慣 我先爆他一個料 就是說有媒體 美國媒體說 其實川普以前是有洁癖的 他其實是不喜歡握手的 但是因為他為了要選 就是為了要選總統 所以他就變成說 他就是忍痛的 去跟大家來握手 跟選民握手 可是怕人家手上有細菌 是不是 因為他就是一個有洁癖的人 結果你要握手 那就算了 結果你現在握得那麼用力 而且我知道馬克宏 他應該是有做功課 因為川普在2月的時候 有先跟安倍晉三握手 握了18秒 那個也很精準 真的超誇張的 然後安倍就吃了一個大苦頭 你知道因為他們就是 因為那個媒體有捕捉到說 川普跟安倍握手 你知道川普有個壞習慣 他握手的時候 是先把對方先甩到那個 先把你拉過來 大氣小 首先第一個 因為安倍本來個子就比較小 然後再來就是說日本人握手 我們都知道是輕輕的 他們就喜歡輕輕的這樣 結果你那川普這樣 一握手把你握過來 然後安倍就整個 就是重心不穩 就整個撲過去 你第一仗氣勢就輸了對不對 然後再來他也沒有想到說 川普握手握得那麼用力 結果握了18秒之後 媒體就有拍到說 安倍就整個手是擺在那個提背 好像有點說鬆了一口氣這樣 沒有 媒體有去解讀 還翻白眼這樣 媒體有去解讀安倍的口型 是說安倍當場想說 我的天啊 你怎麼那麼虛 對啊 因為我真的是想到說 日本人他們握手的禮儀 是輕輕的 就輕輕的 而且甚至還會說 他們不太喜歡握手 所以就是不是用 當初有講說說 其實他們日本人 沒有那麼喜歡握手 所以是想要用鞠躬來代替 但是你想說說 一個援手 在對方的這個援手當中 你用鞠躬 感覺又矮一截 所以就沒辦法 就還是握手 他不僅被握還被摸 對 還被摸 拍拍拍拍這樣子 然後回去這個手 後來就說手還有握到有關節炎的 如果你比較虛一點的握到關節炎 最後再講到馬克宏這一點 馬克宏不是在跟川普握手的時候 站了上風嗎 就是這小伙子也滿有趣的 他跟普丁在見面的時候 握手的時候 他的握手的手型也很奇怪 因為我們通常握手 是這樣子握過去 就是通常這樣比你先來講 跟川普同一招 對 這樣握 對 問他不是 他是這樣子 跟川普一樣 你仔細看 你仔細看 這個 對 你仔細看 他是先這樣子 感覺有點挑釁 就這樣子 來... 對 應該是要憑握 對 應該是要憑握 就他是先這樣子握 川普也是這樣 對 喜歡這樣 所以後來你看普丁就 你看他那個眼神也很奇怪 想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而且還先看了一眼 看了之後 然後才這樣子 才最後才跟他握手 普丁是一經想說 是川普派來的嗎 跟握手方式一樣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知道說 因為馬克宏在跟川普見面的時候 馬克宏有先放話 他就說他有兩大議題 包括烏克蘭跟敘利亞的議題 他是絕對不會讓步的 所以就感覺這種握手 是很有挑釁的意思 你就是在跟普丁見面之前 對 跟普丁見面 他有先放話 就是說兩大議題 他是不會對普丁讓步的 所以你感覺這個握手 有挑釁你的意涵 我最後要講就是說 其實握手 譬如說像川普握手握得那麼用力 我跟你講 其實他也不是每個人都握 他還看對象握 譬如說他那時候跟希拉蕊 第三次辯論的時候 他已經不爽希拉蕊到一個極點了 乾脆我就不跟你握 你說我沒風度就算了 也沒關係 所以我就說這種握手的政治學 我們常常也看過 就是誰先握手 誰先出手 然後你握幾秒 然後你握得輕或重 我覺得他通通都會被做文章 我們最後講說 如果以後要對付川普的方法 剛剛那個帥將軍 有提供一個方法 就乾脆每個國際的元首 要跟川普握手之前 戴戒指虎 然後川普很無力的大家就大叫 這開玩笑 這開玩笑的 不是 以後跟川普握手 去調一部老片子看一看 你看那個公本武藏 三千閩郎拔刀 眼睛盯著對方看 手抓那個刀把 還沒出刀人家就嚇走了 對 眼神很重要 真的是這樣子 氣勢要贏 我覺得川普 川普可能出榜的時候 他們國務院 可能沒有跟他上外交禮 我覺得最基本要上 譬如說他去殺國的時候 殺國國王不是給他振勳嗎 川普還整個彎腰駝背 下來接受振勳 可是他對於 就有點變成上對下 一般譬如說歐巴馬 接受政訓的時候 因為歐巴馬也很高 歐巴馬就微蹲 可是他就沒有像舉空 舉空我就有一點像 卑躬屈膝的模樣 國際禮儀 我覺得元首出榜 一定有國務院 一定要給他上課 我覺得這份 川普可能沒有上課 所以他握手很多 其實怪怪的 被我們認為說 他好像上這一下一樣 我就握手 就遵照國際禮儀 有一般的標準的知識 就出來就好了 洪文姐 可是這次確實 馬克宏不只在 你剛剛看到這個畫面 坐著握手的時候 是跟川普有點較勁 他其實更早之前 在機場他們見面的時候 川普不是喜歡把人握了 然後把你拉過來嗎 結果他拉馬克宏 馬克宏不但沒有被他拉動 馬克宏還把川普給拉回來 拔河 像拔河一樣 這個年輕人不錯 我認為馬克宏 絕對是有備而來的 就是說因為過去川普 這種行徑已經是很多了 包含他對安倍 或者對他的其他的一些 這些政治人物 我覺得馬克宏終究是年輕 所以就是說 川普常常要表現自己的 那種霸氣跟氣勢 馬克宏真的就是 今天就是比利器 而且我覺得 馬克宏滿特殊的 就是說他今天竟然 還可以去挑釁普丁 因為照理說 因為普丁是柔道高手 而且普丁雖然人身材不高 但是他非常的壯碩 所以連普丁都會盯他一下 我覺得馬克宏有這種先生奪人 我覺得現在整個的這些國際 其實我們看到這些 所謂的握手的政治學 或者這些政治人物 見面政治學 事實上是有很多種的 我記得其實像普丁 第一次跟梅克爾見面的時候 梅克爾很怕狗 其實梅克爾很怕狗 結果普丁跟他見面的時候 不動聲色 他有一隻非常大的狗就出現了 那時候整個梅克爾 大家自己看 很少看到梅克爾 就突然會嚇一跳 他那時候明顯覺得 好像有點坐立難安 那時候大家就覺得說 今天就是普丁 要給梅克爾下馬威 他我知道 我事先已經有一些情報的 我知道你怕狗 然後就給你這樣子 冷不防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 國際勢力上的所有的角力 那麼因為川普一直是 不按牌理出牌 而相對我覺得德國的梅克爾 一向是他比較中規中矩 那麼可是我覺得 最近所透露出的訊息 剛剛就在講了 包含馬克宏對於普丁 因為他不只是對普丁 談到敘利亞的問題 或者烏克蘭的問題 因為馬克宏 早就很不爽普丁了 因為當時在選舉的時候 俄羅斯被控訴說 他有去影響美國的選舉 同樣在法國的選舉的時候 他也在搞馬克宏 所以我覺得馬克宏今天 其實最想要給下馬威的 真的就是普丁 所以我覺得今天整個的 國際的情勢來說 原來歐洲跟美國 一直是站在一起的 跟俄羅斯是站在對立面 可是美國現在他的整個的 他的態度 他的政策已經做了翻轉 那麼包含這幾次 跟這幾個主要國家的領袖 有見面的時候 包含在貿易的問題上面 或者在巴黎氣候協定上面 事實上已經他們很確定 就包含剛剛談到北約的問題 已經很確定 美國跟歐洲是漸行漸遠 所以現在才會 歐洲開始 從梅克有一個聲音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靠自己 我們必須要去團結 歐洲這些國家 包含雖然英國已經脫歐了 他團結這些歐洲國家 然後要自立自強 因為他發現說 過去長期跟美國結盟的關係 會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談了這麼多 現在的國際情勢 事實上拉回台灣來 就是要讓台灣自己也要知道 事實物者為俊傑 如果你今天還沒有辦法 看清這些國際的情勢 美國包含跟歐洲跟東南亞 還有包含跟俄羅斯 這些所有關係的改變 而我們還一味的 只是說去連美日去抗中 我覺得我們的路會越走越窄 所以剛剛大家談得很開心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談起來好像有點像八卦 但是回過頭來 看台灣的問題的時候 我希望蔡英文也是要看得懂 不是看熱鬧而已 看出台灣真的要走出 進去的真正的門道 所以我們不能夠在聯美至中 尤其現在 美國現在是拼命的跟 大陸交好 因為北韓問題很大 又試射飛彈成功了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對於美國總統川普來說 這北韓真是越來越麻煩了 因為在昨天 今年第九度的試射飛彈 結果這個飛彈 還是一種車載型的導彈 韓濱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飛彈很厲害嗎 昨天早上射的 不只是就是今年第九度 而且是這個月之間 他就已經射了三次了 他這個射的頻率好像越來越高 而且昨天因為 有人去探測到他整個飛彈的軌跡 其實看起來是滿混亂的 所以有人認為他甚至不只射一枚 可能是同時發射了好幾枚 個人說他發射 因為有這個照片流出來 他很明顯他是有一個導彈發射車 射出來的 也就是說他在導彈發射車 發射飛彈這個技術也成功了 而且這個飛彈 他飛的射高 大概飛到120公里的高空 然後最後落在450公里外 日本海的海域 表示他對飛彈的技術掌握 好像越來越強 你看他這短短的 這幾個月之內 前射導彈也成功了 然後用車載的導彈也成功了 第一個 他的整個導彈技術好像在 就在那麼幾個月之內 突然之間大爆發了 到底是誰提供給他這個技術 還是他一直本來就有這個技術 然後第二個 他的車載型導彈 其實以前就有人去研究過 他這個車到底怎麼來的 有人去發現 他那個車上面旁邊 竟然印著中國字 也就是說他是大陸的車子 大陸為什麼會有這個車 大陸為什麼把這個車子給北韓 據說大陸方面有提出解釋 他說本來是北韓 跟我們申請農業機具 所以我們給他的是農業機具 結果這個農業機具要用改裝來 拿來做導彈發射車 當然是不是這樣 只有他們兩國自己知道 我們並不清楚 我們只能說 你如果能夠光把一個農業機具 拿過來 就可以改造成導彈發射車 那也是滿厲害的一個技術 可是問題是 導彈發射車的意義在哪 因為早期北韓的導彈 大部分是用液態燃料 所以他就是第一個填裝 時間非常慢 準備時間非常久 然後大家都在固定的陣地發射 所以你很容易就被人家探知了 現在他可以用導彈發射車的話 表示他在陸地上 他應該顯然使用的是固態燃料 然後第二個 他隨時可以激動找一些掩蔽體 然後你就很難去 即使你有衛星室在照他 你都很難知道 他準備在什麼地方 去發射他的導彈 所以你就更難去防護他了 所以我個人真的滿奇怪 就是在短短的半年左右的時間之內 北韓這個技術突然之間一下子 真的是那種跳躍性的飛升 這個到底是誰提供給他的技術 如果不是大陸的話 難道是俄羅斯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美國跟大陸恐怕會更頭大 可是現在美國跟大陸看起來 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美國不給我們軍售 就是因為怕得罪大陸 他希望大陸幫他對付北韓 但如果大陸同時又提供 北韓軍事設施來對付美國 這是一個什麼樣 奇怪的三角擊鏈 所以國際上就是一種 耳魚我詐 因為不管怎麼說 目前為止我們在檯面上看到 能夠對北韓產生一些影響力 也只有大陸這個國家 所以你如果不依靠大陸的話 你美國難道真的打算跟北韓開戰嗎 北韓又是個非常不理性的國家 這仗一打下去 我們知道北韓要贏是不可能 可是我們知道南韓一定會輸 因為南韓的首爾就在 就在離他這麼近的地方 你不管怎麼樣 你把金小胖激怒的話 首爾大概都要完蛋 所以這個結果是南韓跟美國 都無法承擔的一個結果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等於就是當北韓手上 只要有首爾這一個人質 那大陸跟北韓之間要玩什麼牌 那美國大概就只有接招的份 好 我們直接休息一會 進廣告 待會兒回來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在談 北韓發射飛彈技術 看起來越來越精良了 川普很緊張 趕快找中方討救兵 有效嗎 帥將軍 這個我們要看這個局勢 好像樸碎米 但是大家很熟悉好萊塢電影 我做個比喻好了 這個北韓就好像扮演銀行的絕匪 抓了一堆人質 人質是誰 南韓 美國就扮演警察在外面喊話 你載不出來我要開槍了 我要攻堅了 斬首行動 我突擊部飛輔隊要從天上下來 把你幹掉了 但是北韓說你敢 你只要一動手 對不對 我不一定打死你警察 我把人質幹掉可以 所以北韓對美國說 你也不過是紫老虎 那北韓 那美國就拜託誰呢 就好像拜託綁匪的家屬 在外面 就中國扮演的角色 不要搞核報了 溫情 乖的 突破新防就小街出來 不可能的 因為北韓存在 對中國大陸有他的國家利益 你要不要南韓跟美國一直逼到鴨綠江 我沒有眾生了 但是現在只是北韓不太聽話 你搞核報 萬一那核子輻射飄到我東北 我老百姓也是可以 現在北韓就不太聽話 現在問題我就講 他每一次 他不搞核報 你美國沒有動手的理由 但是發射飛彈 或者是用車載飛彈 只是一步一步說 你看我 我威脅你的武器越來越精良 每次一次就發射一個信號 就代表溫情喊話也好 美國跟北韓的秘密外交也好 還沒談攏 北韓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你美國公開承認 我是核子俱樂部中間的議員 你正式撤銷對我的制裁 中國大陸你要供應我的糧食 買我的煤 這些都是北韓提出來的要求 那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滿意了 說不定就有好的完美的結局 不滿意今天放一個 明天再放一個 揣揣不安的人子 一個日本 一個南韓 對不對 所以大家看這個劇情就曉得 每個人 每個國家扮演他的角色 所以至於車載的那個車輛 我絕地不相信 大陸講的龍根基 那不是蘇聯 一個是中國 也不見得是今天他給你 很早可能在衝突之前 就有輸出 那個不算是什麼高科技 比如說設計 結構 存在量 夠 它就可以做了 你知道 北韓利用這個就是說 你美國抓不到我 基地在哪裡 所以以前反飛彈的第一招就是說 我知道你固定發射點 我先撤回你 那現在什麼道理